第二章第一解 信息不是一个确定的厌死 就是完全的弄 对信息的判断应该遵守莫非定律 任何有可能发生的事都会发生 听了很多与可能有关的事情 却发现这些可能大多数都走向了坏的结果 无论是赶进生活还是商业合作都无一例外 不能被精确定义的信息只会变得越来越含糊 比如客户476天前告诉你 嘿 哥们 这几天公司会打款递你 另时你的妻子刚怀孕 而现在你的孩子已经会叫爸爸了 然而那笔钱却还没有到账 肖亮之所以举这个例子 是因为他深谙传达欺骗性信息的技巧 这和肖亮的生意有关 17年前 他从自己的第一位师傅 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的公关经理 和安人维德那里学到了第一个词就是 可能 这个词与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自己也不确定靠不靠谱 但对方急需你给出一个回答的情境 肖亮至今还记得维德当时的表情 所以他在工作日志中写下了一段话 我一定选错了行业 我很悲观 这不是一个确定的yes 而是一个完全的no 我的上司第一天就给了维基重拳 他盯住我对数据加以分辨 对承诺一笑置之 对信息保持警惕 他可能是个骗子 17年很快过去了 肖亮的生意越来越好 这部分归功于他娴熟的技巧 他深知可能是最不可靠的词汇 通常有可能出现的事情都会走向反面 人们的直觉也许是对的 但在现实中大多数时候是错的 因此乐观想象期盼的结果经常让人大跌眼镜 没法趁心如意 这便是事物发展的巧妙之处 在可能的主导下 梅德没有变成骗子 而是变成了肖亮的良师 当他打出那一记摧毁肖亮理想主义的重拳时 没有忘记这他留下了一把钥匙 他说 我不是有意教你悲观的看待世界 我不想摧毁你的童真 我是希望你明白 那些看起来可能的东西不都是真的 信息是最会骗人的玩意 你要懂得对事物做出自己的理解 而不是人云亦云 尽管你的理解有时候也会出错 如果一件事情有变坏的可能 就要想到最坏的情况 这么做可以创造两朵优势 第一 你可以比别人更快地想到如何预防最坏的情况 第二 你可以有冲突的时间为坏事制定备用方案 说回那位475天还未打款的客户 他精通拖延术 这几天是由无数的可能构成的未知期限 可能会是两天三天 甚至是几年 这的确是个厌死 但不是确定的厌死 全看你如何理解 人们在生活中和做生意时 要处理大量类似的信息 你能收到这笔钱吗 你能信任这个客户吗 你能采纳这个信息吗 你能在股市转亏为盈吗 你能相信这个男人并委身于他吗 你能确认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吗 你能执行好这份计划吗 你能抵抗住女色的诱惑吗 对于后面很多即将发生的事情来说 判定才是最关键的环节 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对未来有举途轻重的影响 无论结果好坏 现在看只是存在可能性而已 你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体验到登台领奖或裤衩被海水冲投的感觉 重要的不是你选择了相信或者不相信 而是你怎么看待这种信息 习惯于潜思考的创业者处理不好与可能有关的问题 比如说 维德的另一个学生卡纳 毕业于哈佛沙学院 82岁他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融到了5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比扎克伯格得到的一笔投资还要多 他天赋异禀 拥有雄心壮志 准备大干一场 如果运气不错 谁敢说我的公司不是下一个微软或者亚马逊的 他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唯一的坏消息是 他相信一切可能的事情都会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每当出现不确定的状况时 他都将这看作机遇 对于从商者而言 这是不折不扣的坏习惯 由于他愿意沟通 也喜欢等待 与人为善 广结人脉 受到大量客户的好评 所以他交到了越来越多的476天客户 公司的资金也越来越吃紧 最终他在看似最火热的时候推出了市场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悲剧 销量喜欢坎纳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思考问题的动机很单纯 喜欢把事情往好的方面向 彬彬有理 遵守规则 销量想和他们交朋友 但不建议他们做生意 他们对商业和人性的思考太强了 事业太宅 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 后来销量在他的工作日志中写道 为什么99.99%的拥有好项目的创业者 都死在了第一年呢 是劣币去除良币吗 不 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对付这种476天客户 他们不善于定义客户 也不明白如何定义问题 在这个环境上 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记住 只有七次妙想并不能把你成功 甚至会让你败得更惨烈 信息和思考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要引诱一段学院时说明 信息使用符号信号或者消息所包含的内容 它可以用来帮助人们消除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 信息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的 因为它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和规律的表征 信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弯重要 因为它具有知识的秉性 总体而言 信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之中 在学院史说明中 信息的作用是 帮助人们消除不确定性 其次以下是我对信息的定义 信息是人们用来自我欺骗和互相隐瞒的常用工具 当然 也是帮助我们对事物做出判断的资料来源 但信息本身也具有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 美国哲学家情报学理论的构建者之一 卡纳夫 在1964年提出 语义的信息定义时 另外语义不仅与所用的语法和语句结构有关 也与人们对所用符号的主观感知有关 他强调 语义信息是一种主观信息 比如 平时听到的别人的话 看到的由人搜集 归纳 罗列 分析和总结的数据 每一个字 每一个标点都摆脱不了主观性 都包含其个人的立场 倾向性 猜测 有意和无意的加工改道 任何人都无法在没有信息支持的前提下 正确和高下保四套 假如卡纳再多几年社会经验 用自己的亲身体验 获取了大量未经过媒体加工的原生信息 结识过狡诈的富翁 吃人血馒头的证券操盘手 精于合同诈骗的劣质客户 了解了谈判的陷阱 人性的复杂 他的创业之路未必有那么艰难 思路也能够成熟一切 他未来要做的工作就是 打开房门 让自己修炼多年的逻辑体系 经受门外世界的锤炼 顺利的话 三到五年之后 他就能变得成熟起来 女人为何更喜欢坏男人呢 这不仅是一道情懒体 也是一道思考敌因和投资体 讨论这个问题 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活中的种种诡异现象 精确的定义事物或者信息 不确定的美感 是针对人类另一半大脑设下的骗局 比如 女人热爱旅游 购物 美容 约会 男人喜欢烈焰 战争 舞票 赌博 体育比赛等 销亮即便可以看穿一切 也阻止不了他的从事李小姐 沦陷在隔壁公司产品经理的满嘴鬼话中 产品经理经过包装表现出来的爱意 在销亮眼中不过是为了欺骗女人感情 而精心编织的谎言 这是一种有毒的信息 而在李小姐眼中则不同 作为一种不确定的美感 她含有诱惑力 在销亮的观察中 李小姐把产品经理的求爱定义为 她爱上我了 进而退老出 她会跟我结婚的结论 她由不确定的美感 过渡到确定的幸福中 坠入了爱河 但在产品经理那里就是 求爱不过是一次烈焰 是对性满足的追寻 这从开始就是确定无疑的 爱上她 结婚 No 阿可不想跳进婚姻的深渊里 销亮从这个例子中感受到 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 在问题的胎端便存在巨大的差异 男人和女人对某些信息的定义 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 连花瓶的摆放位置 书桌子颜色也会引发 旷日持久的战争 正让销亮对婚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类似的问题还有 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自己的思维模式 问题是 真的存在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吗 如果结论是错误的 假如富人成功于机缘巧合或家独支持 穷人贫困的于时运不济或家庭拖累 那么 研究和学习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来看一下著名的莫菲定律 任何事情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有可能出错的事情一定会出错 如果你担心坏的情况可能发生 那它更可能真的会发生 莫菲定律其实是阐述了信息的动态属性 信息不是静止不变的 它不只传递信息的A面 同时还传递了信息的B面 C面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也可能什么都不代表 除非它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们在面对信息时 要做好两手准备 第一 先问是不是 再问为什么 在大脑收到信息时 要本能地保持怀疑 不要给出明智的结论 选择立场和采取实质行动 否则将陷入被动 一件事有百分之一的不确定性 只要视之为完全的No 并控制住你想做些什么的热情 在这个前提下 要灵活地思考是不是的问题 而不是急于进行下一步 比如 这是不是一份我最喜欢的工作 如果是 我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 并把它做好呢 这则先闻是不是真实的 如果不是 我为什么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呢 定义总是在行动步骤的前面 这是进行深度思考 需要养成的第一个习惯 只有完成这一步 后面的环节 才能让你减少损失 第二 对任何确定会发生的事情 都做好其确定不会发生的准备 当李肖杰确定 产品丁李将和他白头歇了 476天客户确定 DHenry打款时 肖亮想起了自己 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 和我见识过的 擅长思考的聪明人一样 他们听到一些 确心无疑的消息时 第一反应走势 问题来了 如果有一个人 向你做了100%的保证 那么这中间100%有问题 你要做好 他最后为零的准备 聪明人会首先想到 这则信息的对立面 和最坏的可能性 然后对一个极坏的结果 做好充足的准备 肖亮保持了这个好习惯 虽他很少失望 他总是能先猜到结局 比如李肖姐和产品经理的故事